你不喜歡吃飯嗎? 剛才那個用蛋的 她也有遇過 恥修 不是 她是我忘記在 可能配啊什麼 然後她就很喜之地跟我說 欸 莉莎莉莎 我最近在跟一個台灣女生聊喔 然後我說 喔怎樣 她說 喔 就日本語說的 就肩語都就是沒有很流暢 但是女生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那我下次問我願意去吃飯 我說好好好 祝福你 下一次我她說 欸 那個台灣女生怎麼樣了 然後她說 喔 她是金融差別 台灣女生很好嘛 就可能你隨便是台灣故意 會日文的那個 而且她不能日文太好 對 不能日文太好 這是一個重點 又長得 台灣女生其實長得蠻對日本味的嘛 所以又長得可愛 然後又有那種無邪感 就台灣女生太會去討好人了 所以他們太習慣那個 就會有點覺得 嗯 不要這麼的裝 所以遇到台灣女生那種看起來好像很 直接 然後無邪的感覺 他們就會蠻喜歡 然後結果 金融差別就 他們聊了半天 然後結果又出來就想 哪裡哪裡 我這邊有一款 真的我不是 我不是騙妳的 喔 我這邊有一款 真的 真的很賺錢的金融商品 Tinder 我有一群法國的留學生朋友 然後一個是我前女友 然後我那個前女友 她跟日本女友在交往 但是他們兩個 現在是比較 在開門的關係 之前他們都會各自在聽著找人 找人幹嘛 朋友 or 朋友 plus alpha 然後我的女朋友 Kim是一直想要找男生朋友 然後後來她還認識什麼 hostel 嗯嗯 對 就在牛郎 因為牛郎有一些年輕牛郎 她為了拉課 她會 聽著又免費 她就直接在聽著拉課 然後很聊一聊 就問妳有沒有來我店裡找我玩 什麼那種的 然後後來終於她覺得好像找這個 欸 好像很流流流 然後人家怎麼還有流血精 也忘記 她就覺得很開心 人家就是會約到 她來比較晚 然後就那天來之後 那人就這樣子敲門 然後她就直接說 欸妳知道嗎 我們家現在有出這個很好的洗髮機 所以就是直銷 直接直銷上門來喔 但是就 妳的家就被發現了耶 Ikiなりで度還蠻有趣我覺得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是 就是 Ikiなりで度 好乾喔 Ikiなりで度妳直翻成中文就是 突然約會 突然約會 所以她真的就是突然約會的一個 可是代言不是也是 Ikiなりで度 她的代言有一點像 但是她有審查機制 而且講得非常的明白 就是她就說她要high speed 她的規定就是說 她要求妳大學一定要是match以上 因為其實規定學令很少 對 最少要match以上 match就是 名字 立教法 正清山 中央 對對對 這個level 以上的 所以就是譬如說台灣比較熟的 早到天啊 新英啊 東大這種就都ok 一定比較 在match之上 對 然後還有就是年收 年收的話她可能 第一是看收入嘛 第二就是看公司 她要看公司 就比如說妳要再上市公司 或者是如果妳的公司很小 但妳要當亞軍 她規定超多 她就是會幫妳審查這個 那這樣就是一大堆 拜金就是會來嘛 勾丁會來嘛 對啊 然後另外就是 她女生其實審查的機制就是臉 對 對 她等於就是有審查的 比較嚴格的待遇嘛 所以她還是いきなりデート 而且妳在去之前 好像是連點都不知道 蛤這樣就是 對 所以才是いきなり啊 然後因為是Bind date 所以就是 那這樣怎麼約啊 這個約也是都是App裡面幫妳約的 所以妳到了餐廳之後 那個人會帶妳去那個位置嘛 我這個朋友是親映的 然後又在很大的廣告公司上班 所以她配對的 沒有她不是電通 她是好朋友 然後後來堅定了 對 她配對超級行的 但她本身是一個 普通的 中年也沒有到中年 就跟我差不多年紀 但是有一點小胖 然後她就很在意說 她到底是要先去 等女生來 還是說她要 稍微晚一點去 因為她很害怕自己去 然後因為妳知道 看起來非常完美啊 妳看到妳就 可能就這樣回家 然後就想說 喔 竟然是一個小胖的 但是 竟然是一個胖胖 對 但是她又擔心說 如果晚太多去 會不禮貌 所以她每一次就在那邊公房 她到底要在什麼 所以她7.01出現 這樣 通常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在7.01出現 然後她兩個人在那個桌 對 開始了 我就覺得 太尷尬了 後來她就不用了 我覺得她很好笑欸 但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就是如果妳spec很高 然後又長得還不錯 但妳spec很高又長得還不錯 我真的不懂 幹嘛要用APP啦 沒錯 所以我本人就是還是希望能夠在 生活圈裡面找到 至少我確定她是實在的人啊 我確定她就是這個工作啊 但妳不是有玩過嗎 喔 我就是在離婚之後 就是妳知道離婚之後就想說 好努力 所以我那時候就稍微玩了一點點 一個禮拜的評則 好短 我有一天就在晚上又把它打開來 然後就滑滑滑 然後我就驚訝的發現 以前我留學生的影片 我有分享過一個 曾經分手之後 原本想要上我 沒上成功 還有來敲我宿舍房門的 同宿舍的美國男生 她還在日本 我是知道的 只是我們後來就不是朋友 不同圈 她好像就她還有音樂活動 她好像出現在電視一臉是那種 然後 但也沒有紅或怎麼樣 我把她現在感覺可能加英文 然後我就滑到了她 哇塞 我就滑到了她 可是她也住在那時候 我住在廣尾 反正我現在不住廣尾了 然後反正她可能也在住附近 然後我就 而且她字界寫 她英文字界寫 這麼長喔 好討厭喔 然後寫了就什麼 很多人都說什麼 是不是怎樣怎樣 反正就是寫了一些中二的東西 然後我想天啊 這個人從小現在沒變喔 厲害了 然後我還很興奮 我想說啊 認識一下我還滑 我還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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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滑OK 然後就沒配對 他把我滑掉 他很想說 他就把我滑掉 趕快滑掉這樣 那叫做我就失戀這樣 然後後來有一天呢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已經交往了 我們是12月交往的 然後我一月回來 但我們都一直沒見面 就是你知道 嗯嗯嗯嗯 日本Couple容易陷入的每一見面時期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好冷淡喔 我倒是在認真 我覺得有點不爽 然後剛好我那天 那個禮拜天 是邀請了兩位後輩來我家玩 然後他們真的玩得很開心啊 他說 他念完聽的喔 然後我就說有啊有啊 然後我就把他打開給他們 欸 他們立馬直接幫我開刷 然後立馬就是刷到一個美國人 然後立馬跟他聊 然後還聊得超級無敵開心 不是你知道其實我覺得聽者就是這樣 你要立馬聊立馬滑立馬聊得很開心 然後亂聊 然後亂聊 對不需要太在意 亂聊就 對方就超開心 然後我就天啊 不行不行你這樣子 人家會誤會 然後還立馬趕快把他關掉 然後那天晚上很好笑 就是因為我就在後來就幹嘛講說 就是好我男朋友都一直很煩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說 欸立場有去過他家嗎 然後我就說還沒有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知道他住址在哪 我說喔對我有收到賀年卡 我男朋友從來不寄賀年卡 但那年月我有寄給他 是寒幾個 然後他就有住址 然後我說喔那應該在家吧 然後他們就說去啊現在立馬去 然後我們兩個還 楊小美女要翻箱倒櫃包的衣服 內衣就我們都配了 欸穿這個內衣這樣 哇塞真的是 然後我就說好好 對我就說好好 然後他們就 我就說好那你們趕快走 然後他們就趕快走 好像11點嘛 然後我就趕快收拾一下 然後就 然後他就 喔那怎麼來了這樣子 但那時候我們還蠻開心的 就步入下一張 但那天沒做啦 但是就是好像我覺得那一天之後 他就比較有 比較有 他可能又開始陷入一些 蛤就是我真的要跟那個女生交往嗎 又是同一個公司什麼什麼那種的 他可能在那個階段 對 這就是我的聽的小故事這樣 但我一直覺得 就是現在你特別關心穩定的時候 你去華應該會很開心 喔對阿 但就會變成是一個海后 不好 對不好 好 好那就是 這就是APP的故事啦 好 拜拜 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 我們今天要來講 日本為什麼不出國喔 為什麼不出國喔 你有其實很驚訝日本不出國嗎 沒有耶 我一開始其實沒有發現有那麼低 我只是覺得就是 好像沒有台灣人那麼愛出國 對 因為很多人都沒出過過 你有遇到沒出過過的人嗎 我其實 周遭的人沒有那麼多沒出過過 我是一開始覺得都沒有人留學 喔對都沒人留學 是真的 我男朋友也就是這樣 他只有一次出差去過越南而已